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风格带有 王者美国2024年10月16号盘中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消息 本周多位美联储官员表示 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强劲 未来降息需更为谨慎 美联储李氏沃勒认为 近期就业和通胀数据表明 经济放缓幅度小于预期 降息步伐应放缓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波斯蒂克预计 今年只降息一次 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表示 年内有可能再降息一至两次 明尼阿布利斯联储主席史卡利认为 就业市场依然强劲 未来小幅降息是合适的 9月美联储大幅降息50个基点 年底可能再降息50个基点 但近期数据显示 就业市场强劲通胀超预期 市场对进一步大幅降息的预期降温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 美联储需要继续降息 而一些人如亚特尼认为 年内无需再降息 以避免通胀反弹 那么大家要注意了 在强劲的就业带动之下 超预期的通胀的作用下 美联储极有可能今年不再降息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但是美联储已经进入到降息周期 那么即使今年不再继续降息 2025年也会大幅降息 进入到一个降息通道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即使今年不再降息 也无需过分担心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 美股三大指数涨跌户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纳斯达克指数几乎现在是平盘 指数来到了18316.2 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微微的上涨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道琼斯指数 再次的大幅上涨 是上涨0.62% 又回到了环境风险 38.2%的一个上方 真的非常喜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白指数 那么是上涨0.23% 又回到了5800点 上方现在是5828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是上涨1.53% 在连续的大幅下跌以后 终于是出现了小小的反弹 但是现在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还是那句话 上方的套牢盘实在是太多了 这么大的一个套牢需要一定时间的消化 这一次的暴涨暴跌实在是太猛烈了 可以说把很多投资者打得晕头转向 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大家了 坚持中长线投资 才是我们散户真正能赚钱的唯一方法 当然这仅仅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金融板块是上涨1.02% 那么前期我也讲到过金融板块 在这里大幅上涨的时候 也提醒过大家 那么金融板块再次的起飞 可以说金融板块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上涨通道 在前期平台调整以后 现在积蓄好力量再次的向上突破 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地产板块 那么房地产板块也是完成回调以后 再次继续上涨 现在是上涨0.9% 来到了44块6毛8 今天公用事业板块也是大幅上涨1.47%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统行业的股票 正在加速上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今天的美国航空 大家可以看到大涨3.87% 作为传统行业 传统航空业 那么今天美国航空的上涨 我个人为美国航空已经进入到一个上涨通道 特别是在这里完成一次回抽 来确认底部以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正在加速上涨 当然航空业 你想通过美国航空赚大钱不可能 但是我相信美国航空能够稳步上涨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西百货 今天也是上涨2.65%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美西百货 美西百货正在走出一个调整平台 那么今天是突破到了 就是接面线短曲线和长曲线 第一条线的上方 美西百货正在游落转强 我们再来看一下以新航运 那么是上涨2.47% 在美股持续上涨的情况底下 以新航运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底部出现调整平台以后 持续上涨 我相信这一次反弹应该能够突破到前期高点的一个上方 前期高点是在22.8毛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拓尔兄弟 那么拓尔兄弟是美国著名建商 那么今天也是上涨1.91% 对拓尔兄弟来说 1.91%的上涨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了 拓尔兄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看一下年K线图的话 今年以来已经大涨55% 而且去年也是大涨108% 可以说拓尔兄弟还是在一个大幅上涨的通道当中 那么完成平台调整以后 拓尔兄弟再次起飞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拓尔兄弟 前期我也是讲到过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银行 那么很多银行股出现大幅上涨 但是由于巴菲特持续卖出美国银行 那么美国银行的股价也是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打压 但是正是由于巴菲特持续卖出 美国银行才能现在还没有突破前期的高点 大家看到44块1毛5 但是正是由于巴菲特的卖出 我个认为现在应该是买入美国银行的机会 虽然巴菲特有可能还在持续卖出美国银行 但是我相信美国银行还是极具投资价值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摩克斯丹尼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在突破前期高点以后 虽然出现小小回车 但是马上持续上涨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多次选择在一只股票 突破前期高点以后 选择去杀戮 选择去买戮 特别是要突破前期的高点 需要有一个共识 需要增量资金能够突破前期的高点 有增量资金进入以后 一只股票才能够持续上涨 说明这只股票有庄家在其中推动这只股票的持续上涨 我们再来看一下老虎证券 那么老虎证券是上涨3.33% 这只股票 它的风险非常大 普通投资者尽量不要去碰它 那么老虎证券正在走出一个调整平台 那么还需要两三天 如果能够持续走出平台两三天 可以尝试进入 那么一旦进入 一定要设置好支存点位 因为它的风险非常大 这一次的就是老虎证券完成调整以后 再一次的突破向上的话 是上方套牢盘 可能是短时间内唯一的一次解套的机会 对你有没有听错 短时间之内唯一的一次解套的机会 因为它会突破向上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 老虎证券它的一个业绩 它的一个成长性 远远没有普通证券来得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市盈率现在是42倍左右 依然是比较高的一个市盈率 总市值也只有11亿多 11.5亿 并不大 所以它很容易被庄家所操控 就像以前航运一样 所以这只股票就像以前行业一样 大幅上涨大幅回落 但是上方的套牢盘实在是太多了 庄家想要去解套 这些套牢盘庄家肯定是不愿意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武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英武达是上涨2.2% 英武达在完成一次漂亮的回抽以后 现在是上涨2.2% 那么股价又来到了134块五毛一 还是那句话 AI这块蛋糕越来越大 那么享受AI这块蛋糕 最主要的就是英武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英武达正在积蓄力量 准备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点赞 谢谢